说起韩雪 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2003年12月 韩雪因在古装武侠剧《飞刀》又剑飞刀 终扮演冷小星而受到关注 2006年又凭借古装神话剧《天外飞仙》一炮而哄 不过近几年来作品并不多 但是人气依然很高 然而网友们关注的并不是他的作品 而是他的私人生活 说到韩雪 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很清纯 好像天上的仙女夏凡 不时一丝人间烟火 韩雪也曾说过 他拍戏有三部 不和圈内人谈恋爱 不把自己当做圈内人 不给本戏 因此网友们也以为韩雪一直单身着 之前主理还在节目上爆料韩雪早已嫁人 不过因为没有拿出实证 遭到了很多网友的炮轰 不过近日有消息爆料 韩雪休假期间出游 一家三口的照片被记者拍到 从爆料来看 韩雪老公大他18岁 女儿看面相已经有好几岁了 原来韩雪早已嫁人了 这一消息简直如晴天霹雳 杀了很多网友呆若目击 有网友称 韩雪的保密措施做得太好了 女儿都这么大了 外界竟然一点都不知情 太不可思议了 更有网友垂胸顿足 韩雪怎么说 都是女神级别的美女 竟然嫁了一个比他大18岁的男人 真是女神被诸拱了 不过小编想说 韩雪既然有意隐瞒 肯定是不想大家过于关注他 至于韩雪老公大他18岁 真的没有必要纠结这个 俗话说得好 看对了眼就行 希望他们能幸福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